目前來講我們醫療支援浪費的情況都是在都市發生 因為醫院太多 醫生很多 所以他們對不醜沒醫生可以看 也不醜什麼時間生病 可是偏向是你生病都要禱告說 拜託不要再半夜 拜託不要再假日 否則你就算有生的重病也沒地方可以看診 而且當然等救護車是半個小時 送到醫院一個小時 你根本沒有措施那個搶救的環境時間 我簡單舉達人箱來說 我們四千多個人口 我們光民眾自小的部分 一年在達人箱超過三千萬 但是用在達人箱鄉民的可激性的醫療 我以去年為例是一千一百萬 你說這樣子合理嗎 我們繳了三千萬的保險 照理說我繳三千萬的保險美給你 你就該給我三千萬的醫療服務 至少要三千萬嘛對不對 但是沒有 是因為都市人太方便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全民健保要怎麼改 是我不知道 我不是專家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開始去改變了論量 這幾個疾重症呢 事實上在台灣很多的縣市 有一半的縣市是不及格的 那這些縣市他們本身醫療資源不夠 那么民众呢 他也不见得知道 有哪一些医院是卫生署认定 是构格来处理这个急诊的 我们是强制纳保 我们是单一费率 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制度 本来就有所得再分配的意义在里面 可是你收了民众的钱 怎么可以不给人家服务呢 我们认为 政府在要调高急诊的费用之前 请先扪心自问 我们对于台湾这些偏远地区 我们政府是不是散尽了应付的责任